初步核算,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6264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,同比增长2.5% 分产业看,第一产业增加值29,137亿元,同比增长5%,第二产业增加值228,636亿元,增长3.2%,第三产业增加值304,868亿元,增长1.8% 其实上半年受到国际环境复杂严峻,以及国内疫情冲击的影响,经济增长受到了一定的影响,从全年来看,应该说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,二季度经济保持了正的增长,是非常不容易的 您刚才提到说,二季度,咱们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如何评价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走势 那么从下期段来看,目前全球的经济的滞胀风险在上升 国内经济恢复确实还存在很多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中国经济的韧性强,潜力大 长期向好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随着一揽子稳增长增的措施落地见效 经济运行有望逐步改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提问 今年以来 想问一下,您刚才提到说,二季度,咱们这个固定资产投资